66年前,一位靠着借来的200美元赴美的中国留学生田长林 获得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此后他更是一路拿下博士学位 改写了华裔在美国高校的地位 成为了加州大学博黑利分校 122年历史上,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的首位华裔大学校长 如今,华裔学者的荣光依旧在传承 就在上周五,普渡大学校董会宣布 全聚该校华裔科学家蒋盟出任该校校长 此消息一出,立刻传遍华人圈 普渡大学作为中国留学生非常喜爱申请的学校之一 迎来首位华人校长 这绝对是一则提振人心的好消息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这位即将上任的蒋盟校长是何方神圣 他是如何依靠自身的软硬件 征服普渡大学校董会的 蒋盟于1977年出生于中国天津 1988年在香港读中学 1995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 2003年获得该校机械工程学博士学位 2004到2013年于普利斯顿大学任教 2017年任普渡大学工程学院院长 2019年年底进入美国国务院任首席科学顾问 2021年4月起 担任负责战略计划的执行副校长 在普渡大学任职的5年中 他带领工程学院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排名 在本科和研究生的排名水平都有大幅的上升 普渡大学目前在研究生项目中排名第4 在线上函数项目中排名第3 在本科教育中排名第10 在全美前10名中 本科招生规模最大 另外 在蒋盟任职期间 该校政府和行业赞助的研究资金 都创造了新的记录 现有12个国家研究中心设在普渡大学 同时 他还在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部门的联邦机构 建立新的关系方面 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对于自己当选普渡大学校长 蒋盟表示 能够被董事会选为普渡大学的下一任校长 是最高最谦卑的荣誉 在过去的153年里 从瓦巴石河到月球 一代又一代人以不可估量的方式 为我们的国家 问人类做出了贡献 丹尼尔斯校长将普渡大学 建成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公立大学 在他的领导下 我们的大学获得了最强大的学术声誉 从破纪录的入学率 到创历史新高的卓越研究 普渡大学在疫情期间 安全的重新开放 这在全国是领先的 学校的财政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牢固 在过去的五年里 我有幸成为普渡大学团队的一员 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继续学习 像一个学生一样 从你们每个人身上学习 接下来 我的责任从倾听开始 倾听学生 教师 员工 校友 邻居的声音 以及来自各州 国家和全球合作伙伴 普渡大学的朋友和家人的声音 尼尔·阿姆斯特朗说过 知识是所有人类成就和进步的根本 大学永远会为所有追求知识 热爱探索的人保留一块进口 我永远感激自己可以为我们的大学人才服务的荣誉 也为能在高等教育中服务而感到自豪 向我们的普渡致敬 普渡大学董事会主席Michael Brehoff表示 蒋蒙是领导普渡大学实现下一次飞跃的理想人选 董事会对这一选择信心百倍 因为我们见证了他过去五年来的出色表现 他不仅展示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还展示了敏锐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公共共通能力 与学术界政府和商业伙伴建立了有效的关系 他具备带领我们进一步前进所需的全部才能和经验 董事会感谢他对普渡大学的忠诚 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为什么要提到他的忠诚 那是因为在过去几年间 蒋蒙不止一次收到其他大学的橄榄枝 但他都拒绝了 由此可见 这位即将出任校长的学术大牛确实是个宝 那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科研成果 点之一二 2013年 蒋蒙曾因对无线网络的分析设计和优化的基本贡献 荣获2013年第38届艾伦沃特曼奖 该奖项是40岁以下美国研究人员的最高荣誉 至此 他不仅是普林斯特大学第四名获得该奖的教师 也是获奖者中唯一一个来自网络领域的学者 蒋蒙在边缘计算 网络效用最大化和无线自由分配方面的开创型工作 获得了IEEE Infocom成就奖 古根海姆奖学金 IEEE Keo Tomiyasu奖 总统科学家和工程师早期职业奖 以及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TR35奖 他在互联网拥堵控制和路由无线电力控制和调度 云和视频优化 智能数据定价和社会学习网络等方面的研究著作 已经获得了超过3万次的引用 H指数为81 并在IEEE Infocom IEEE Cycle和ACM Mobile Hawk获得最佳论文奖 此外 他还在2012年当选IEEE Fellow 并被选入美国国家发明家学院和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 目前蒋蒙手握25项发明专利 并且难能可贵的是 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被通讯和网络行业授权受用 并且进入了战略部署 这简直就是一个学术界与工业界通吃的奇才呀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66年前出了个田长林 如今又来了个蒋蒙 不知道下一位华人之光 将在多少年后才会现身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